三楼加盖成九楼,竹科金山街,四千户围建城 新竹科学园区是台湾经济令脉,每年产值达一兆元 但创造奇迹的竹科工程师们竟然住在围建城内 几邻竹科的新竹市金山街,有250栋四千多户围建套房 占全市围建数量一半 苹果之籍金山街围建,时代太夸张了 很多三四楼高的房子都拉高加盖成八九楼高大楼 然后在隔间套房分租给工程师,形成全台罕见的围建城 围建内不但没有消防安全设备,连逃蹬梯,出入口都很狭窄 一旦发生火警或地震,刮居在此的工程师恐难幸免 讽刺的是新竹市府每年仅编列210万拆除经费 只够拆三户光是金山街围建,就要拆81年 苹果进入金山七街巷内,不到几公尺 就看到两栋正在赶工的围建 房屋梁柱一打掉,裸露钢筋从五楼往上接合 准备改建成至少七楼的出租套房 夹在两栋围建间的住户说,很无奈 工人天天敲打,都是噪音灰尘 有向市府检举,但根本无效 住在围建套房的足合工程师,说来不起房 只能继续刮居 台积电百万年薪工程师说,随时要uncode 这里离公司境较方便,所以只好住围建套房 这里面好像还蛮多围建 所以你也知道 你知道啊,就是你知我知大家都知 但是政府我不知道,政府知道 那你知不知道你住的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的吗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我自己是有买房子啊,不过我还是住这里 你往里面巷子走,你看到有很多的垃圾霸草 这里有8楼的哦 对啊,这些货车确实很危险,其实它概不高 苹果调查发现,金山街距离园区约5分钟车程 7到9平套房,月租金7500到1万元 所以很抢手,业主对房客态度也比较强势 常呛瞎,我们这里很快会满租 要不要租,随你便 专家警告,金山街违建如堆积木一般 拼命加高,非常危险 金山街这里呢,因为就在断层附近 它不,距离它不到1公里 距离断层的位置不到1公里 所以呢,如果万一真的动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不需要大地震,地震比较大的时候 它是很有可能这样,就夭折了 从中间断掉这样 新读市府公务处副处长陈永元 喊证金山街有违见乱象 但无经费全面拆除 现在市府除了执行急报急拆 也向市议会送交拆除费用屋主致富案 只要法案通过 未来违见付,就要付代差费用 如此才能真正遏止违见 中华大学警官建筑系助理教授 迪乔则抨击新读市府 态度消极 就算无法拆除 至少应公开违见资讯 告知成都人哪些房子是违建 有危险性 东新闻综合报导